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是香港史學會的鄧家舟博士 其實現在香港到了今天的全新局面 大家對以前香港的歷史關心了很多 有很多我們以前都不太覺的典故 原來看回頭也真的很精彩 今天想請教我兩個問題 因為近來我自己也在整理一些跟我上一代有關的歷史 才發現他們成長,即我爺爺成長的年代 就是廣東省當時藍天王的陳濟棠的年代 原來他們在香港也頗有勢力和有很多痕跡 而這位姐妹道謝他們的大本營 而這件事本來我們在香港經常路過這條街 都不太察覺的 可不可以請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他們來到香港 以及究竟北角為什麼會成為了陳嘉的大本營 他在民國的年代都是一個風雲色變 不同的地方勢力都希望用一種軍閥割據的形式去吞併 慢慢就成為整個中國的主人 因為廣東和香港當然是千絲萬縷 我們根本就在它貼近它 但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在那個年代 就凡是在民國裏面的政治鬥爭之中 如果是有一些失意或者是一些失敗的時候 他們往往都會來香港作為一個臨時的一個休息點 因為香港就是那個言論 那個新聞的消息等等那方面 都是比較開放和快速知道的 所以很多在國內裡面 政治失意的人 經濟失意的人 他們都會選擇來香港暫竭的 在這個休息的過程 其實根本就是在這裡重整他們自己的力量 又或者在這裡是收取一些新的資訊 但是同時也有一批人很有趣的 他們就無論是有權或者是有錢 他們都會將部分的資產轉移來香港 以便如果將來在國內的政治風潮等等的原因 有什麼變動的時候 他們不會說一下子沒有了所有東西 而在20年代尾 這個陳濟棠家族他們的兄弟 其中有一位就是陳維舟 陳維舟先生 他本身就不是在政壇上很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他也在廣東裡面 都是身兼一個相當重要的職務 其實他是一個嚴官來的 嚴始終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用品 很長期其實都是所謂國有制的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大量財富 你想想陳濟棠被譽為藍天王 他在廣東的勢力其實是相當大的 在軍政上 再加上家族裡面也有這麼大的財政的來源 所以我相信他沒有正式說 因為什麼原因我要來香港 但是你可以看到 正如剛才所說的 可能他都會選擇在香港裡面 作兩手的準備 如果我有力量在國內裡面 去發揮或者去上進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我退來香港 無論人身安全或者財產等等 都是得到保障 所以當時他來到香港 就可以說都要找地方落腳的 那他們這些有錢人 有勢力的人 他當然就不會說只是住客酒店 那些 但是問題就是半山裡面那些華人區域 其實就已經都七七八八的了 他們已經用到 所以變了當時他們來到香港 就想究竟還有什麼位置呢 大概二十年代這個時候 其實除了半山裡面有華人 一些發了職的華人之外 其實跑馬地也都開發 但是去到他 他的想法就似乎有些不同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 香港很多有錢人 其實都是就這樣買個地方 就是 建個別墅就當是住宅 但是他不是的 原來他很厲害的 他是向政府看中了現在所說的那個七姊妹 就是現在有一套 就是那些舞台劇叫 《繼園台》 《繼園街7號》這樣 其實在說繼園 那個是一個山頭 是一個未開發的山頭 當時他就向政府買了這個山頭 買了整個山之後他就自行開發 自行開發 所以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個七姊妹 就不關他的名字了 但是七姊妹後面這一座山 或者叫做繼園街 整個的範圍 其實就可以說 由一個 廟無人煙 沒有人住的地方 就經他們的家族 買了下來 自己去開發他 慢慢就見了一座 很大座的一個別墅 但是那個別墅 其實就等於好像這個小皇宮 那樣 因為你想想一個家族 你有多少人住 如果你看回那些照片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堡壘 那麼你根本很明顯 他不是給自己一家人住的 其實他是預備了 如果他們有什麼事 他們可以退來香港 同樣在那個年代 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軍政人物 他們有什麼就會來香港的時候 這個地方也是可以用來 招呼他們的一個別墅 他們變成在七姐妹裏面 其實可以說 是商談很多在中國裏面的一些軍事 政治這些計劃 其實都是在這個地方裏面進行的 剛才你說過大的背景 我們還沒講陳家之前 一兩個問題想請教 剛才為什麼港英政府 有這麼歡迎他們來呢 會不會擔心這些外部勢力 如何干預政治 因為軍閥始終是有勢力的 會不會搞亂的地方 而這些軍閥他們為什麼會放心 將資產轉移 會不會這邊都被人充公呢 你知道任何事情 他真的想的話 依法也可以做的 雙方的信仰是怎樣維繫呢 也這樣理解 畢竟香港是一個 以商貿為主的一個城市 再加上始終政體上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覺那個年代 很多首屈一指的國家級的政要 其實他們往往都是來香港的 來香港他們有些就純粹在這裡路過 在這裡休息一段時間 借別人的屋子來住 有些就會將資產轉移 其實這個情況 由晚清一路開始 去到民國一路下來 其實都是這樣的 那麼香港政府 其實它最關心的點 就是在我的理解和研究裡面 就是說其實只要你那個政治的主張 是不化諸為行動 第二就是你不會令到香港政府尷尬 那麼這些的行為 其實你說多少的事情 其實香港政府就不理會你的 那麼最好就是你帶著錢來 在這裡投資啊 買地啊 發展啊 之類的呢 那麼當時來說 都可以說是很歡迎 當然這種歡迎當然是經過評估的 那麼香港政府都有人會去審查一下他 跟蹤一下他 收取一下一些情報啊 就是了解一下這個人 他那個的行徑 就有沒有我們剛才說的那兩樣東西 會令到我們尷尬啊 或者是有一些實在 譬如你說在香港招兵買馬 那這樣東西就不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他講的而已 那或者去見一下朋友的而已 那麼這些呢 其實香港政府都密切監視的情況下 反而就反而令到他們有一個的 喘息的平台了 嗯 所以去到陳家這裡 那麼 那麼 後來陳濟堂也是拿了台 那但是 陳濟堂拿了台之後 他後來也是去了台灣的嘛 那就是說他在香港的這一堆投資 是比了其他的後人用的 那為什麼他最後來又不索性在香港長住呢 那應該這麼說呢 就是陳濟堂呢 就是陳濟堂呢 和他那個 就是他兄弟呢 和陳維舟呢 那其實他就不是用陳濟堂的名義的 本身 是用陳維舟的名義呢 就是買了繼原這個 就是這個七姊妹的山頭 開發了這個地方 那但是其實他們 不單止是陳家的 其實是陳家裡面呢 當時有很多的部下 你知道他們是軍人 軍人又有軍人的性格 就是他們的性格就是 哇 這幫都是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那所以他其實 當時來到香港 甚至後 雖然後來去台灣 但是實情呢 他有很多的產業 和他的所謂的部下 都是停留在香港這個地方的 那他們在香港 那當時他們呢 就是成立幾間公司 既然你都是和我們出生入死的兄弟 那就將這些資產 去投資幾間公司 在這個公司裡面 裡面賺到的錢呢 其實就是來分給這些的部下 那所以其實北角呢 這個或者叫七姊妹 更加準確的來說 七姊妹這個地方 是他們陳濟堂家族 陳維州家族 在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根據地 這個根據地 其實在戰前就已經建立了 那一路去到譬如49年等等這些時間 其實他都是繼續在這裡 是有影響力的 那甚至可以說現代 北角 尤其是近執如沖這一帶呢 其實你會發覺在那個區域裡面 有很多的社會建設 其實都是陳家 他們去做出來 譬如說現在還在說的 北角陳樹渠社區會堂 甚至以前的 就是現在拆了 就是那個陳維州 富人學校等等 那其實整個區域那個 那個生態 社會慈善 甚至是城市的發展 根本是和陳家 在這個地方裡面落腳 是有密切的關係 這裏是有密切的關係 是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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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甚至有些後人 好像有香港當時的市政局等等 那 那 但是為什麼到了現在 我們比較少聽到 陳家在香港的角色 那是否過了一代之後 就開始釋眉 還是他們又再轉移海外 還是怎樣 那其實他仍然 以我所知 就是說 他們家族仍然有後人在香港 那只不過就是說 就是戰後香港的經濟起飛 那他們那個 就是無論在財富上 或者他在社會的政治影響力 尤其是在中港台之間 那個影響力 其實已經不同以前了 那所以變了 那個的影響力 其實都是持續在下降 在此消彼獎的情況下 那再加上 就是你那些 國民黨的軍券 或者是政要人物 在1949年之後 他滯留在香港之後 實在也不是有很多可以發展的空間 反而他們都是轉入商業的位置裡面 但是我們還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陳家譬如說去到第二代 陳樹渠 我們可能很多人都會聽過這個名字 無論是一些社會福利的設施 學校等等 但是再過一代的時候 其實無論是資產和影響力 基本上已經好像一個平常的有錢人 所以變成大家對他們的理解 接觸面其實是少的 但是他們不是不存在的 其實是存在的 只不過有些也是移居海外 所以他們也走向一個比較低調的 不要那麼高調 也不需要那麼高調 所以現在好像我們就不記得了 原來他們曾經都在香港 甚至在北角 七姐妹這一帶來講 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現在他們後人 例如說 利縣的老闆都是陳家後人 根據公開的資訊 我們看看這段歷史 差不多是一百年前 你如何去評價陳濟堂這個人物 例如廣東或者香港 整個南中國 他的角色我們應該怎麼評價呢 似乎有些老人家覺得這個時代是挺好的 當然應該是正式 軍閥就是軍閥 你的史觀你會怎麼看他呢? 如果你說陳濟堂的一個看法的話 第一他就是南方裏面一個很重要的軍政人物 即是無論你說他是軍閥也好 或者你說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都好 他是一個有眼光有魄力的 他的視野可以說是在那個年代當中 軍閥來說 他是較為有視野和有紅心的一個人 他的紅心不是只是去爭取怎樣去稱霸天下 而是他真的有一些很實在的 現代化的政治主張 譬如說聯省自治 他去管理這個廣東的時候 令到廣東是成為一個 都可以很有發展力量的一個地區 不過成王敗寇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在當時來說 陳濟堂可以說是一個少有的有識見 可以說是跟得上現代民主潮流的一個傳統軍閥 這個我覺得和北方那些軍閥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對比的 比起只是講拳頭 那麼這位仁興呢 他和他也都善用 和香港之間那種 就是廣東和香港之間那種的有趣的關係 如果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話 你想想他 就是 雕塞了他自己的力量之後 他根本無路可退 而香港可以說是提供了他們整個家族 一個的平台 這個平台呢 其實可以說是對整個家族來講 是相當重要的 那麼我的角度就是說 其實我們如果想了解廣東 或者了解戰前的粵港關係 陳濟堂可以說是一個不可以遺留的人物 嗯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你提及過幾次 他們都是把香港作為一個避風港 資產轉移也好 人身安全也好 但是為什麼他們的政敵 又容許他們有這樣的避風港呢 現在你知道很多事情都去到很盡 那時候的中央政府 你下台了 你下雨了 為什麼會讓你走一條生路 不趕盡殺絕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以當時 就是 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間那種的互動 不過我又覺得 可能是中國政府 不是說中國政府 應該說是中國裏面的政治人物 他們本身對香港這個地方 我相信他們是有一種特殊的理解的 這個地方雖然是 在一個主權的角度來講 這個地方本來是我的 我們應該是要收回的 但是他們又很意識到 在整個中國的土地上面 似乎沒有另外一個地方 好像香港那樣 無論在那個資訊 交通 物資 在管理上 它是有一個很獨特的位置 所以我發覺 無論它是什麼黨派 什麼陣營的人 它都會在香港建立一個自己的網絡 無論是一個人際的脈絡 或者甚至很多人 根本他們在香港的銀行 都會設立戶口 這些戶口是可以把錢轉移 有些人在香港存錢 甚至是轉移去海外等等 所以我覺得 他們似乎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充分利用 香港這一種和中國不同的 一個運作 作為他們在政治 或者在各方面力量 影響力的一個後備 或者一個比較不顯眼 但是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看到他們似乎 任何陣營的人 他們都會走來香港的 當他們失敗或者環境不好等等 他們首先都是來香港 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政治人物的一個避難港 我覺得他們不刻意去破壞這個避難港 因為你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天 其實自己可能都要利用這個地方 出去或者避難 或者做其他角色 這個是有趣的 這個問題 明白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年輕的朋友 想多了解一些香港歷史 真的可以看看陳世堂這個人物 無論是廣東省的建設 基建也好 教育也好 到現在應該還有一些遺跡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去北角 有很多的 如果北角想看的話 應該去看什麼地方 就是剛才你說過 現在北角基本上 就拆得七七八八的了 因為連他們 就是祭園那個宮殿 就是那個宮殿別墅 其實就拆了 已經建成百福花園那些 其實現在反而真真正正 剩下 跟陳家有關的 其實就是他隔離 有一個叫繼園台 繼園台上面 就有一間佛堂 那間佛堂 其實就是陳濟堂家族 他們自己的私家佛堂 到今天可以說 只有這間佛堂 原汁原味保留下來 沒有動過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譬如說有一個叫陳樹渠社區會堂 在北角 或者叫北角社區會堂 那個也是陳氏家族 他們自己 就是 看到當時北角很多人 很多人生活很慘 他們做很多的贈醫師藥 辦學校那些事情 這個也是當時遺留下來 那裏面呢 陳濟堂的東西就沒有 但是有陳樹渠的一些石像 碑記 另外就是說 香港也都有幾間學校 那譬如說我們 一間私立的院校 珠海學院 其實它的圖書館 就叫做陳濟堂圖書館 就是 因為這間學校本身 和陳氏家族 就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變成 如果在香港裏面 和陳濟堂有關的東西 這間珠海學院 其實都是相關的 明白 所以 全部歷史都在身邊 十分之豐富有趣 我們先談到這裏 很感謝Billy 我們下次再請教另一個題目 好